Hello,大家好,我叫Joyce,是今天的主持,亦都是香港大学博物管学会的新任委员,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 欢迎大家来到今次的线讯活动。 首先要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牛年大家。 那么为了庆祝农历新年,香港大学博物馆学会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都很荣幸邀请到李美然老师为大家举行今次的网上讲座。 讲座将会配合专题展览《渔诗渔画》,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馆藏《中国植物》的内容。 而且李老师会议月月进行今次的讲座。 那相信大家都已经认识李老师,但是对新来的观众朋友,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李老师是个资深的教育家,亦都是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珠海学院访问副教授,以及香港博物馆专家顾问。 那么在这个时候,香港大学博物馆学会主席,Yvonne Choi女士,会先讲几句说话。 有请Yvonne。 Thank you. Thank you, Joyce.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Happy New Year. Hope the Year of the Ox brings you and your family good health, happiness, and fulfillment. I'm Yvonne Choi,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U Museum Society. We're very delighted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with today's talk given by Lei Mei Yin Lohsi on Chinese silk, kakshi, and embroidery. As a friend's group to the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we're very pleased to co-organize the talk for our members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so that we can all better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silk exhibition when we visit. We wish to thank Lei Mei Yin Lohsi for generously sharing her expertise to UMAC for co-presenting this program, and special thanks to the Yu Zhongyi Petite Ecole for facilitating this lecture. Please enjoy today's presentation. At this time, I'll pass the mic to Dr. Florian North, director of UMAC. Thank you. Thank you, Yvonne, and thank you, Joyce, for moderating. I welcome you all and want to thank the Museum Society Committee and also Alice Goh from the Museum Society, as well as Eleanor and Jasmine from the Museum, and Goh Man-Yi from the Petite Ecole for facilitating everything and for planning everything so thoroughly. My greatest thanks, of course, goes to Li Mei Yin for giving this talk, and it's a perfect introduction to our new exhibition. Pictorial Silks is curated entirely from textiles from the University's collection, and it will reopen to the public. The museum will reopen on Tuesday morning. Since I first introduced the exhibition to Mei Yin, she's come over three or four times to study the pieces and discuss the textiles, and I hope you will all come in the coming days and weeks to enjoy the museum again. We are there for you to see the exhibition and to speak and study the textiles with us in great detai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lorian. Thank you. Thank you, Joyce. 多謝Joyce 各位觀眾 各位朋友 你們好 首先 恭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盛意 以及多謝你們活出這麼寶貴的時間來參加這次的講座 我在這裡多謝香港大學博物館學會 以及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一起合辦這次的講座 同時 也多謝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尤其是高敏儀女士幫我做了很多PowerPoint的協助和幫忙 讓我們可以一起盛奏這次的講座 這次的講座內容是比較窄的 希望你們不要覺得亂 同時是因應國民館的展覽、格斯和刺繡來說 首先 因為中國是絲綢大國 所以我的內容分為三部份 是絲的特性、達絲的製作過程和持續的特色 首先我講一講為什麼絲織品蠶絲這麼重要呢? 而導致了後來的絲頭之路的開發 大家一聽到絲一定是扛起蠶寵 我們現在用的絲大部份是蠶蠶 即是吃蠶葉的 其實不僅僅是吃蠶葉的 其他也有其他的樹葉 例如吃蠶樹的葉 叫做蠶 或者秘麻葉 甚至天蠶 其他很多的樹葉都可以蘇絲的 他們的蠶葉多數是野蠶 跟我們的桑蠶的家蠶有些不同 我們有時候有些女士 以前都穿很多Raw Silk 那些Raw Silk大部份是野蠶製造的 我們要講講蠶的一生 首先就是鵝產了卵 這些卵很多 經過幾年幾起 然後慢慢長大之後 就套出了絲 來綁住自己 所謂叫做簡治菌 這些蠶蠶 就是到了裡面的蠶蠶 慢慢就變成了一隻蠶 它就在這裡 其實它不是咬出來的 而是它裡面的 它分別一些霉體的液體 你溶解了蠶蛋的絲 變成一個洞 它可以飛出來 而這個過程 讓我們幾千年前的 身體時期的人 就覺得很類似人的一個生命的過程 好像他們的蛋 這個蠶的卵 就是生命的開始 幾年幾起 就是人的生命的幾個階段 作簡治菌 就是人的可能死亡 但是它後來可以在那裡變成一隻鵝 然後飛出來 另外就是代表它的靈魂的語化 這個就是師頭博物館 趙峰館長他的看法 其實最早的蠶絲不是用來穿衣服的 是有一種蠶有一個功能 就是溝通天地、人和天的作用 那師頭博物館的特性 就是第一 它的纖維很長 有成一千個 一千個meter那麼長 現在還可以去到一千五 甚至一千八都有的 硬性相當強 它很硬堅硬的 彈性呢 你拉到一至兩百分 都可以恢復原狀 甚至你拉到近二十百分 它都不會斷的 非常有彈性 最難得是它的纖維很小 就是它是0.018mm毫米的直徑 在這麼多的紡織品的直徑來說 它是最幼細的了 當然它的蠶其實是一種 有些絲素組成的 是很多蛋白質 它也有這些氨基酸 它也有些人的身體 是很協調的 所以它是 它的手感很好 不會引起敏感的 吸濕性也很強 有透氣 冬面下涼 容易染色 色澤也很好 所以 歷來 就是 做這個 仿式上 是一個很難得的材料 好了 我們說的蠶絲 如何由蠶皂 去把蠶絲抽出來 首先 就是 那個絲 如果是 你仔細看 螢光膜上 這個 才是 一條蠶絲 其實是 很幼的 很幼的 你要首先 拿出它的頭 這個頭 就是 水 所以 我們經常說 頭水 通常 你蘇絲的時候 是把這些蛋 放在熱水的鍋裡 如果真的 千頭萬水 但是 如果你找不到 就是 望無頭水 所以 一本書裡的第一篇 我們叫做 水論 如果那些詩 是比較雜亂的 我們叫做 吻 這樣就叫做 吻亂 如果你把梳爬都很好 就是 有條不吻 我們很多名詞 都是跟詩跡有關係 如果把這些詩抽出來之後 就是 將它 做成 一個 一束 這個叫做 約束 後來約束 就變成 一個動詞 這個 這個 詩 因為 出的時候 其實一個 詩是怎樣呢 它是裡面的 兩部分 裡面就是 一些 絲素蛋白 外面就是 一些絲膠 保護著它 這樣就比較硬 所以 你要經過一個 去詩膠的過程 這個過程 叫做 練 去詩膠 你不能全都去 去了一部分 然後 這個練的過程 那些就比較軟 那些叫做 熟絲 未去詩膠 叫做 生絲 是比較硬的 一條絲線 是由幾條絲纖維 甚至幾十條絲纖維 搓成一條絲纖維 這裡講絲線 又講到這個 綿線 這個綿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剛才我們看到的 斷了口的蠶絲 斷了口 它變得不能拼 不是由頭到尾 而是一條絲線 所以 就要把它拼過 這個 就叫做 棉線 那跟我們棉花的棉 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 而這些棉線 也有些是 蒸好一點的 那些叫做 棉 如果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雜亂 很零碎的 就叫做 水 所以 金玉其外 敗水其中的水 就是很粗的 棉線 那大家看看這個 明代的詩跡品 打直的就是 經線 這個經線 也有十條絲線 造成的 而打橫的位線 你看看它很粗 捲起來 是棉的 是棉線 所以 那個粗又是不同 經線 是用絲 棉線 就是到位 那這個在那個 熱水的鍋裡 就做了這個 抽絲剝簡的工作 那這個詩 抽出來 其實這裡是幾十條 有成二三十條 上去之後 就在一個 這個 這個 器皿那裡 捲起來 這個過程叫做 液 然後再把那些 詩 丟在這個 這個架上 叫做 這個過程 就是 不要停的 就叫做 樂液不絕 當機織的時候 經過很多步驟 其實在上機之前 那個功夫 比職 是要困難 和免得多很多 首先大家看看這個 扣 這個扣 就是我在 貴州的 少數民族的農村裡 我想看他們用 很原始的方法 如何去做機織 這個扣 它就是用竹造成 所以這個竹扣 首先 把絲線 放進去 這裡 它是用一個勾 勾出來的 這個過程 是要非常 費工夫 這就是叫做 絲絲入扣 但是要集中精神 不可以錯的 你一錯一條線 就變得很麻煩 所以你要很認真 就是一絲不絕的來源 這個就是足球 然後下面這個是鋼球 現在多數用鋼球 這個梳 就是放了很多 不同顏色的絲線 而每次 積一次 它要把它插緊 用盆子 把它插緊 這個就是 扣 這個就是梳 每次 然後進去的絲線 還要分為單雙數 那種叫做中 這個中 就是單數和雙數 當你積一下的時候 雙數 相單數 一起交合 就變成 綜合 這是很簡單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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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木蘭詞裡面 就是 積積 伏積積 木蘭 當虎積 筆聞基柱聲 基柱聲是什麼 就是用這個 拍攝 拍攝聲 這個聲音 來的 但如果 這個 是 東漢的一幅絲綢 用很多的顏色 它的 圖案很複雜 這個中 就要很多 這樣就叫做錯中 複雜了 其實整個積機 我覺得中人很聰明 只是用幾條木 去砌成 這個積機 就叫做機構 那麼 積的時候 其實是 有它的組織 最基本的組織 就是一經 一位 這種叫做平文 這個平文 我們叫做卷 如果蜜叫做卷 梳叫做沙 那麼另一種 其實 我們的寧羅籌段 都是不同的組織 來造成的 今天我介紹的 只有三種 剛才是卷 平文 第二 就是組織叫做羅 羅是什麼呢 其實是上古時候 人們的羅網 你看到這一部分 左邊的 其實是可以叫做沙的 但是 羅網上面 如果你捕了魚 捕了蝦 這樣 那麼 這個位線 可以擴大 因為它可以上上下下 人們很聰明 就把兩個經線 扭一扭 這個扭 叫做繞 這是兩條經線 繞經 叫做羅 這個已經繞了 之後 固定了它的空間 就不會放大 在戰國的時候 很多已經是四經繞羅 左繞又繞 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現在不容易複製的 這是古代四經繞羅 最後這個就是今天要說的卡斯 卡斯 卡斯其實就是 所謂的通經斷位 這個經就是通的 但是它就在一個位線 只是在它的色區那裡 就是積來積去積來積去 所以不同的色區 它中間就有一個空間 就好像用把刀黑了 所以它也叫做黑絲 你是不是看到有很多裂痕 這個就是黑絲 就好像用刀黑了 那這些呢 其實做衣服就不太適合 因為它很多時候會裂開了 好了 中國是否最早發明蠶絲 大聲一點 OK 好 不好意思 你試試一下 中國是否最早發明蠶絲 那我們就要由考古的發言 在1926年 在山西夏苑 就出土了半個蠶繭 這個差不多是六千年前 五百年 就在浙江湖州 這個前山陽 就出土了一些家蠶 就是已經是純化了家蠶的 絲帶 絲綿和絲綿 絲綿 大約是四千七百年前 而它這些絲綿都相當密 其實是很細幅的 2.4cm 乘1cm 居然居然是1cm 有54條絲 尾絲是48條絲 所以你看到它是積得非常密 在1980年 石家莊又出土了一些蠶絲 石的蠶絲 這個發現很重要 1983年 在河南營陽 鞍棺藏 發現了絲綿 距離現在 五千五百年前 證明其實 中國是有絲綿 最早的絲綿 因為其他國家 未發現到 但是很幸運 那時候我們的技術 不算很先進 而這些蠶絲出土是非常脆弱的 一看到空氣 看到光 就會破壞了 甚至是化解了 所以很幸運 最後因為保存的問題 就沒有辦法保存下來 在2014年 中國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絲綢之路 長安天山浪道的路亡 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當年開了大會 但是有些國家 他不承認中國是最早有絲綢的國家 所以中國文物局 就馬上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峰 來一起大家 希望拿一些實物 用科學的方法 用考古的技巧 來發現一些實物 證明中國是很早有絲綢的 所以就跟絲綢博物館 和鄭州市文物考古院 聯合展開了 尋找中國絲綢之路起源的考古項目 然後在山西下縣 又出土了石雕的蠶蛹 距離現在六千年 養少文化的早期 在河南拱義的雙懷樹 又出土了骨雕的蠶蛹 這個家蠶的形狀 你看看 身體的結素和真的蠶很相似 而且是昂起頭 昂起頭就是蠶蟲透絲的形態 所以你看到 當時的人已經很仔細觀察到這些家蠶的一些很細緻的動作 這是四千八至五千三年 接著 2019年 河南營陽 汪溝為止 又是鞏觀藏 發現了 有絲綢的殘留物 現在中國很厲害 它用了 煤亂免疫技術 來鑑定它 這個煤亂免疫技術 其實早就有 但中國是第一個 用它 來鑑定 用這些的絲織物 它有個地方很方便 就是它可以去到考古現場 而且很準確 很快捷 就可以鑑定到 最後鑑定到這些絲織物 是脫了膠的四經角落 即是熟絲 這個是世界上最早的熟絲的織品 大約是距離現在五千三到五千五年 這些工作人員 這些工作人員在鑑定上 拿陽版 其實出土的 其實是很小的 很小的 很小的 汁 和泥 是碳化了的絲織品 這個就是看到的是絲織品 是四經絲織羅 其實這次煤亂免疫 這個測試很難得 它不僅是測到絲織品 同時它知道它是吃什麼葉的 例如吃桑葉的 這是我們的家蠶 或者是野蠶 其實最早的功用 未必是人雀 而是陪葬裏面 將人裹了絲織 因為剛才我講過 這是岸棺藏 在黃河流域有很多這些 通常裡面是小孩子 是不是很像蠶檢 那個人包著絲織 這裡還有一個開口 通常是給一些靈魂升遷的意思 他覺得絲是有一個 令人瑜化升遷的功能 所以就用了這個絲來做絲服 或者是祭先皇先公的祭服 我們在禮記可以看到的 他說 自其絲麻以為布白 以養生送死 以示鬼神上帝 我想講講 我們通常見到一幅的織品 叫這幅布 其實布一定是絲 或者是綿 就叫做布 如果是絲 如果是布一定是麻 或者是綿 如果是絲就叫做白 所以麻就是布 絲就是白 養生就是布 送死就是絲 所以在禮記也有說 念絲的 它要蓋一塊皮 這塊皮就叫做襟 我們的襟 不是我們的衣襟的襟 這個襟是指皮的 如果是軍王是用錦的皮 大褲是用一種沒有染色的襟 士大褲是用黑色的 這個黏龜就不入 黏龜是什麼呢? 就是柱麻或者割類的纖維 是不可以來做施衣的 所以現在的學者都認為 最早的絲綢是用來做埋葬的功用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陪葬品 例如玉器、青銅器、銅鏡等等 都有絲綢包著的痕跡 例如湖北江陵馬山一號鎖帽 她這個女士 衣襟有35件 你可以看到每人對絲的用途 但後來 因為她很難職 到後來長者50歲以上就可以穿絲 平民老百姓都是布的 穿布 所以叫做粗衣麻布 或者叫做布衣 當然貴族和皇帝的皇族 後來都可以穿絲綢 第二講是柯絲 柯絲有很多個名字 柯絲有很多個名字 柯絲有柯絲有柯絲有柯絲 究竟是怎樣? 其實是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名字 例如北宋就是這個 柯絲 南宋就是用這個柯絲 到明代的時候 這個提拔講 唐代用這個柯絲 其實這個柯絲在南朝已經用了柯絲維也 即是把位線織來織去 這個柯絲維也會用來織去 1960年 在上海博物館 和台北古宮 70年的台北古宮博物園 或者是遼寧省博物館的陶禄 因為他們都藏了很多柯絲 就開始用柯絲這個名字 而把以前的柯絲的柯絲 反而少用 後來我們在陶禄裡 都是用柯絲這個字 柯絲的柯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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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絲 柯絲的柯絲 柯絲的柯絲 柯絲 柯絲的柯絲 柯絲的柯絲 柯絲是如何織做的? 我叫做 穿梳赤寸間 其實它是用柯絲 穿在經線 圍繞經線 是很細緻的織法 你看看北宋那裡說 它說 黑絲是不用大肌 是用屬絲 來織 花草、琴獸等等 用很細的柯絲 來織個位子 由於位子不相連 所以在空中看 就好像雕刻了 所以叫做黑絲 但是婦人一件衣服 一年才做得起 所以是很廢工 廢事的 這個大家見過了 我們都是用一個扣、梳 和缝來做的 這個是近代的 甚至是幾年前 是蘇州 他們立即施的 入扣的情況 它也是用 原來傳統的 一個很薄的 像刀片般薄的 伸進去 扣的竹絲裡 勾這條絲線 右邊的圖 這個扣是用竹絲 竹絲是做什麼呢 是將那些經線 是等距離分佈的 但是呢 它現在把它分開了 這個挑膠是什麼呢 就是分開了 一、三、五、二、四、六 就是進入中間裡 來織 那織的時候 圖的稿 就放在下面 現在來說 就多數是用一些毛筆 就把稿的稿線 描在上面 這些透明的經線上 但是也有些是不描的 它將那個稿 貼近那個經線 然後就慢慢慢慢的卡 這個難度是大很多 但是現在還是有人做 那麼它的顏色是怎樣呢 它的顏色就是 如果是一塊過的 當然是簡單一點 但是如果有陰陽色 那就真的要考那個職工了 所以 格斯的妙就是妙在 它是以疏來代筆 運疏如運筆 就是將那個不同的色區 是用疏 你要用人手 控制梳 然後還在機器上織 所以 比起用筆來畫 是難度 甚至是比起用針來刺繡 難度是大很多的 那麼它的顏色 就是看上面這幅圖 那好像這位女士 織的時候 旁邊也有一幅圖 前面有一幅圖 就是根據她的顏色 來絲色 那麼織了一行 她會用刺織去拍實它 那麼 在日本 甚至是把指甲錯了 好像狗啞狀 來刺織 因為每一個區 衛線都是很小規模 很小的範圍 所以她會用手指甲去刺織 那麼 日本叫做手跌 而 中國 直至到民國的時候 都有用這種方法 不過現在就用刺織去刺織 這個就是格斯的結構 你看看中間 好像是裂開了 不同的色區之間 是有一個裂紋的 那麼這一幅 其實它還有一個特色 它織的時候 底是向著織工的 那麼 所以它每一個色的 你看看這裡 有很多種顏色的 有白 又有綠 一塊葉 一塊花粉 一塊花粉 它也是要用一種顏色 那種顏色 開始的時候 和結尾 它都要跟鄰近的經線打個裂 所以它面向著織工 你看看那些裂 和毛頭 是很多的 那麼它看不到下 它有一個正面在下面 正面下面怎樣呢 它就要靠一個小鏡 去看一下 來查一下它 是否正確 那麼這一幅 所以它的底面是相同的 這是它的底部 這是 我很幸運 有一位蘇州的 即是這個Obi 我故意 就希望它給一幅 是半成品 未完成的 就是這個就是剪了 它的底部的格式 這是一個面的格式的圖案 那麼你看到那些毛頭 還有看到的表面和底 其實是一樣的 你看一下 它還要把那個格式 當它剪毛頭的時候 還要把那個列 藏在兩條經線的中間 是要筆露痕跡的 所以剪毛的時候 都要相當時間 那麼格式呢 就在2009年入選了 它用詩來用這種 通經斷位的技術 進入了世界 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麼現在很簡單 說一下格斯的歷史 格斯呢 這種技術 其實是由格毛 影響而成的 而格毛是西方的 那麼這裡大家都很知道 這個在新疆出土 這是褲來的 是格毛的褲 上面這個就是人頭馬 然後右邊這個人頭 這個武士 其實格得非常之好 你看它的肌肉 眼肚 眼蓋 那些起伏 用那個陰陽色 甚至眼前面 大家眼睛的珍珠 前面那些紅色的 嘴唇這裡的光影 比較厚一點的嘴唇這裡的光影 都格得非常之好 那麼這個格毛的技術 一直都是新疆都很幼的 這條是毛布裙 漢進時期的 那這條裙其實跟現在都很相似 對不對 這一部分呢 就是格毛的圖案了 大家看看 而新疆出土很多這些 這些群是非常之多 這個格毛的褲 在香港 起碼展出了兩次 你看到它的漸進式 這些都是格毛 那麼 將格毛的技術 進去 用詩漬來講 就是格詩 那麼我們現在出土 看到最早格詩就是唐代 那麼這個唐代 這個女蛙是非常漂亮 在香港展覽過的 因為通常我們看到的蛙 就是圖蛙來的 但是這個不是的 它是 這裙子 是用不同的物料來造成的 大家看看 唐代的女士的樣子 有化妝來講 有花田 有這個桃花妝 有這個叫邪紅 有櫻桃小嘴 它那個上身穿了這個是波斯感 有亂之紋的波斯感的 半臂 就是短袖 或者是背心 然後 上身穿紮袖的 一件長袖的衣服 然後就有一條 皮件 下身呢 就有一條裙 那麼這個裙呢 魏晉南北朝到唐 除唐都很流行的間群 那麼我們在壁畫裡面看 看到它是一條一條的扭條的 我們以為都是 可能它印花 印出來的 但是原來不是的 原來真的用不同的色的條 而是一條一條色的絲 來拼成的 那麼你看這個 所以這個 女仰是做得真的非常之好 而它外面 唐代的裙 更加是 加條沙裙在外面 在一些 例如 法門寺裡面 就看到了 皇家那些裙 甚至是有黎金的 即是將金變成粉末 這樣塗在外面的沙裙上 裡面呢 又有很多刺繡 那麼走上來 染染癢癢 是非常之厭厲 和很豐富 又很靈活的 那麼大家看看 這個勇應該是長安造的 為什麼呢? 因為出土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些紙在這裡 它當然 那四支 用木架 但是它會用一些紙 來包住那些木 來 讓它的手裡面 那件衣服 可以穿得比較好看 那麼這些紙 後來發現原來是來自長安的 它寫了一些紙 所以因為長安 有一個方是專門做勇的 但是這個勇實是做得太漂亮了 那麼它的腰帶呢 其實它的上身的感 它的衣度是領 它的身上身是領 下面的裙子都是領暴 然後它的披肩是狼 然後它的腰帶是用客絲 那麼這個是目前出土最早之一 這個客絲 所以你看看 唐代的婦女 它的物料都很講究的 不同的領惑感 是用在不同的部分 那麼除了這樣 除了這個 在有客絲 青海刀蘭熱水香 也出土了 客絲 這個比較寬 有比較寬少少 25cm 長 還有8.5cm 另外在敦煌 已經在外國的英國 去到英國的紡織品 這些範圍 這些範圍的頭 這裡是有客絲 另外在法國 吉美博物館 也看到 我想說 其實唐代的客絲 現在出土看 都是窄窄的 是整條狀的 唐代的客絲 究竟是用來做什麼 這裡有一個明代 有人說 唐代的精冠年間 是很流行客絲 它多數是用在書畫裡的標疊 它稱為是錦 叫包手錦 這個包手錦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卷軸畫 因為要保護它裡面的畫 所以外面是用一塊積錦 來包住它 這叫包手錦 原來唐代的客絲 是用來做這件事 然後有一張長的紙條 貼在這裡 來指出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就叫做簽 所以我們叫做標籤 標籤就是來自這裡 這個在大都會博物館 你看到送 這個也是一個包手 那時候是用黑絲 用黑絲 所以宋代 唐代 多數是實用 或者比較窄 但是宋代 因為宋代的書畫藝術 是相當發達的 那麼這個 當客絲的工藝 和書畫藝術相遇 拆除了很厲害的火花 那麼這個就是 甚至它的職工 是利用了一些書畫的 很有名的名家的稿 來織的 所以裡面是一個 一個藝術品 那麼這個職工 一定要很厲害 因為它知道 例如書畫裡面的筆墨 怎麼走向 它的色彩 是怎麼從濃到淡的過渡 甚至作品的 形神兼備的神魂 所以那個 客絲的工 我們叫工匠 其實是一個藝術家 就由實用性 變成藝術性 而且是一個奢侈品 那麼在宋代 工藝是達到 巔峰狀態 而 例如宋徽宗 他們 都非常重視 客絲的 我現在很簡單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吹白很出名的名家 客絲三秋圖 另外 就是一個山水畫裡面 因為客絲可以把龍潭 好像畫畫一樣 慢慢 深淺色 都可以織出來 所以 可以織很多畫 例如 這幅 就是 沈子凡的 花鳥 花鳥 是相當多的 你看看 右手邊的 魂飾 都是 好像畫畫一樣 而是 宋代 開始把織工的名字 是可以放在 那幅作品上面 沈子凡是很有名 另外 朱克尤也很有名 它有一個印在這裡 在這裡 在宋代 也有一些革絲 是革繪結合的 就是 例如這幅的荷花 你看看 它的花繁 是革繪的 但是花繁的 裡面的 花的脈絡 是畫出來的 另外 另外 這個荷花的葉 還有 這些 框 一點點的 還有水波紋 都是畫出來的 這一幅比較少見 因為 宋代的客絲 一般 水準都比較高 尤其是南宋 這幅 我覺得是一個精品 在台北故宮博物園 這個客絲 就是翠鳥秋河 你看到 沒有荷花 只有荷葉 這個荷葉 上面 還有一隻 蟲仔 你看到 它的混色 這裡 就是 淺淺的 啡啡的 下面 就是水 水 有深 和淺 有些地方 還有一點啡 表示 這是淺水 有些水草 這個脆料 你看到 它是 一聲 飛了 這個蓮蓬 這個蓮蓬 被它一飛下來 有個重量 就彎了 腰 而它的眼睛 就看著下面 那兩條 釘著那兩條魚 就想去刮牠們 其實這個是 非常有動態的畫稿 這兩條魚 不知道 上面有一隻鳥 會去吃牠們 還是由鹽自得 在那裡 又來又去 在水草裡 又來又去 那我當時看 這個 對不起 我沒有看過真的 在台北 但是那個書 拍得相當 很高清 那我當時看這條魚 我覺得 多數都是 用墨來畫的 因為這麼淡 還有這些 左手面這條魚的魚鱗 怎麼卡 這麼細緻的 所以 讓我再放大來看 原來 是真的 全部都是卡 你看到 驚線的密度 和衛線的密度 的差別 衛線是密很多的 衛線一定是 相倍於驚線 或者以上的 你看這裏 魚的旗 背部 魚尾 甚至魚的眼 都卡得相當全神 甚至 它和 有個立體感 有個 三度的空間 它是 在 水草的後面 看到 它的關係 但是 這條魚 我覺得真的很難 我都不知道 它怎麼卡得 這麼立體 魚眼 魚頭 還有這些鱗 都全部是卡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 真是 不可多得的 精品 到原來 一樣是遺留 一樣有卡書畫等等 但是多了 就是 因為有藏傳佛教 有興起 和信藏傳佛教 所以 就做了 格斯 這個唐卡 這幅 都傳了在 大都會 博物館 在美國 它有些供養人 就是 它同時是 織那些 皇室的人物 皇帝和皇后 都織得非常之好 這幅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這個格斯的底和面 是原代的 面和底是一樣 不過左右就不同 直到清代 他們的底都不是 像現代的 剪得那麼漂亮 所以 留下一些 底線 毛頭 所以 看到它 左右不對稱 但是 前後 底面 是一樣的 明代 但是明代 開始 更加多 就是 織和繪結合 那時的 織格斯的 藝人 藝術家 和藝術家 已經變成好朋友 所以這幅 的織圖 上面有 沈舟的 提拔 甚至是 竹韻明 的 符禍 的 這幅 不好意思 有些線 在那裡 這幅 就是 明代 你知道從從來開始 就多了很多 的 英氣圖 很多 小孩子的圖畫 明代 也很流行 卯丹 和鳳廟 一起 叫做鳳串 卯丹 到清代了 清代當然 王家 有很多 客士 這個就是 雍正的 朝服 他們的書畫 都一樣 是在做的 一樣有的 這一幅 就是 客士的殘片 這個殘片 就是你看到 其實白色的部分 這些 鳥 鶴 花 那些 都是 畫上去的 我近距離看 有沒有看到 它的葉 花朵 其實綠色 深綠 淺綠的葉 還有這些白色 甚至這枝的 笛 那部分 是 有顏色 但是細緻的地方 就是畫上去 而且你看到 它的密度 是比較疏 這個就是 看到 各朝代的 經緯密度 經 一般都是二十多 左右 緯密 是比較密 因為 它的色 漸進 甚至 南宋 甚至 南宋 有達到 160 的 尼米 去到 清代 都是差不多 但是 你看到 清代 去到 晚期 就越來越疏 而 書法 就要密一些 因為 字 它的筆畫 要更密 日本 都有 柯絲 它叫做 絕跡 但是 它的 經 和 位的密度 都比較疏 而且它們未必是全都用了 蠶絲 有時它會用 麻 或者有時用 連 這一幅就是 柯絲的書法 你看看它 特別 相當 位 密很多 很多人都說 看見 古代 那麼多的格斯 現代有沒有人做呢? 其實 有的 當然 現在的格斯的中心 都是在蘇州 蘇州 絲綢研究所 或者是絲綢研究所 都有做的 但是 民間都有 我很幸運 認識到 精彩堂的陳文女士 而這一幅的 官無量壽經便 它在香港曾經展出過 我看過 我覺得 很驚訝 你想想 這個人物是相當多 它是2.6米 那麼闊的 所以 它的版本是用 日本的當麻子的官經便來做 那麼 後來在2015年 我跟他通過了很多次的電話 他亦將他的製作過程 跟我交流 分享 但是真真正正的 當麻子在日本 其實它相傳是唐代送去日本的 但是 已經殘得很厲害了 而且每個朝代 在日本來說 都有臨無他的畫稿 所以這個 這個畫稿 其實是精彩堂 它再重新 根據很多的畫 或者敦煌壁畫 以及佛教造障 梁讀經 來重新繪製過 那這個 我現在把這部分 放大給大家 右手邊 這部分 嘗試放給大家 看一看 這部分 就是一佛二菩薩 這個應該是觀世音菩薩 旁邊一些 聽法菩薩 這個上面有個佛像 就是觀世音菩薩 他們的樣子 都做得非常 很莊嚴 再看 看到一些線條 這些全部都是織出來的 不是有畫 他告訴我 他們是沒有用毛筆 在經史上 而是貼著畫稿 來織的 所以 因為這樣的織造 他要把那個畫稿 即當麻子的畫稿 放大 放大過程是非常小心 很認真的 正是在這個畫稿 用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 有織機 他嘗試用鋼機 用鋼扣 發覺不成功 花了半年時間 都是用足球 這個足球 因為鋼扣 會拉到彎了 對於經線 就不太準確 這個反而足球 是比較好 而這些是什麼呢 密密麻麻 原來它的色 有1600種 而這個 就是織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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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同顏色的線 有1600 而它的經線 是 一萬多條 所以這個是很大規模的製作 剛才我看看 這一幅 2012年這一幅 就是用兩個工人 用了四年時間 織造完的 而現在 2015年 它是用了五個工人 用了差不多六年的時間 織完 好了 那這些就是五個工人 其中有三個 他拍了三個 你看前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梳呢 這個就是陳文女士 是他監製的 這幅 可能 起碼是中國 最大的 客師 那他們 就是 很多很多 不同式的 這個梳 那他 再 Close up 那他就說 他不用 起稿線 不會畫起稿線 在上面 所以 把那個稿 是貼近到 那個經線上面 然後 來織 那織的時候 看著這幅 的顏色 然後 還要用一塊鏡 檢測一下 它在後面 經過這些 驚線的透明度 來 檢測它有沒有錯的 所以 這個 大致上來說 就是 我現在 差不多一個小的總結 那這個 究竟客師是什麼呢 它的特色就是 平民的植物 是C的 因為有些人 積毛 或者積棉 麻 那些都叫客師 但我覺得我不是 我的定義客師 就是用通經段位 用絲 來織的 那些叫客師 第二 他挑起了經 來從位線來織 所以是通經段位 還有是反面織 就是底向著織弓的 以疏代筆 因為 以疏代筆 它是有些混染的效果 所以有立體感 還有藝術性 是強很多 它的正反面是相同 但是左右方向是不同的 難得它是很薄的 這些客師多數很薄的 還有很均勻的 但是 費工費時 在清代的順治帝 一件龍袍 是積了三百九十幾天的 所以是非常地矜貴 所以有一句話 是叫做一串格斯 一串金 好了 那現在介紹 香港大學的藏品 首先呢 就是展品 這次展出的格斯 都相當不錯的 雖然不算很多 但是 都很精巧 那這個格斯 大家看看 就是在 在 藏的 床 是掛在那裡的 首先我看看這幅 這幅 這幅 是稱為很輕用的人物 和俠義仙 這個和俠義仙 是有一個故事的 就是 其實韓山和十德 這兩個 其實是 兩個唐代的 名僧 但是 你不知道為什麼 民間的傳說 又有另一個故事 其實 就說 韓山和十德 是兩個很好的朋友 他們一起玩 一起 學習 但是他很不幸 是兩個同時 愛上一個女孩子 韓山 也不知道 十德 也喜歡這個女孩子 韓山 快要和這個女孩子結婚了 十德 就要承傳他們 自己離開了 然後出家了 那 韓山 當他知道的時候 他就 不結婚 離開了那個女孩子 就去找十德 他只知道十德住在哪裡 在江南一帶 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他就去找到十德的時候 他就在河邊 在這個連堂旁邊 摘了一朵蓮花 想要送給十德 那 後來 他真的找到十德 十德 那時候正在吃飯 他拿著飯盒 看到韓山來 哇 很開心 馬上出去 所以是有河和盒 這兩樣 所以 和合二仙 這個和合二仙 這個和合二仙 象徵了夫妻和母 家庭和諧 百年好合 所以在清代結婚的婚禮上 有時候會霸在這個和合二仙 因為和系很重要 所以家庭也有很多雕塑 來做和合二仙 所以這幅和合二仙 這是一面 另外 就是另一面 有時候你會看到 這個和合二仙 是和合二仙 的象徵 這是鷹氣圖 你剛才看的底面 這是不是 這是面 這是底 其實是左右相反 相同 在博物館 你看到有一幅 是用玻璃兩面夾住 你可以看到 這個鷹氣圖 就是很多嬰兒 小孩子 放大 來看 其實他們的衣服 和鞋襪 都是 積出來的 但是 臉 眼耳口鼻 就是滑的 這一幅 是相當漂亮的 矛盾花 你看 這個矛盾花 是花開的方向 很多都不同 還有深淺的顏色 你只看它的葉 有藍色、綠色、深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 還有它的葉脈 都是積出來的 這個 矛盾花 我只是這一幅 我數下它的顏色 漸變色 起碼有七種 所以 這個積工 是非常 積得很細緻 還有那些葉的 正反面 甚至有時候 它的畫面 是有一點點紫色 你看 相當活潑 很靈活 第二幅 就是 《桃花鴛鴦》 這裡 你可以看到 這些大部分 都是蘇州造的 畫面 你覺得是很清晰的 是很集中 有一個主題 例如這個主題 就是 鴛鴦 但是其他還有很多空間 有少少的配 例如桃花 或者少少草 因為我說到 刺獸 月獸 就不是這樣了 這個鴛鴦 你放大來看一下 我希望你看的時候 集中來看清楚 這些工藝 還是 右手邊這個鴛鴦的鴦 你看看它的毛 由深和淺 還有用的顏色 你看看 它有光澤 令到你看看 很有立體感 左手邊這隻 正是它的毛 頸上的毛 其實是很亂的 但你看看它不是很亂 其實就是 用的顏色 的藝術師傅 或者藝術師傅 做得非常精美 這一批清代的鴛鴦 是非常精彩的 這個就是玉蘭王鶯 有一個印在這裡 這個印就是沈金水 這個沈金水是清末民國 甚至解放之後才過世的 其實他的叔叔是做鴛鴦 而且是為皇宮做的 其實兩歲的爸爸已經死了 是很窮 那就跟他的叔叔學客師 但是他很聰明 也很好 只不過讀過兩年書 所以十五歲開始 他的織品已經是去到皇宮 他也和慈禧太后 積他的服裝 甚至孫筒登基的時候 的蒲 都是他趕製的 這個沈金水 你會看到他 到了五十年代 中國蘇州絲綢研究所 也請了他去教授一些徒弟 其中一個就是黃金山 其中一個就是黃金山 但是在抗戰期間 或者清末的時候 八國聯軍 很多戰爭 有些外國人都想買他的客師 所以他也做了很多這些條幅 經過上海的商人 賣了出去歐美國家 這幅是玉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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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你覺不覺得 由樹枝和玉蘭花 這個花心 是否很有深度 很有立體感 另外我想說 這幅是玉蘭花 中文叫做新兒花 或者是望春花 因為是春天開的 英文叫做Magnolia 你有沒有看到 它是白色的玉蘭 更加像 是我們的毛筆的筆頭 所以也叫做木筆花 由於木筆的筆 和必定的筆是下音的 所以在吉祥上面來說 如果將新兒花 或者木筆花 配其他 例如旁邊有牡丹 就是必定富貴的意思 這個木筆花是相當流行 我們也叫做玉蘭 所以我看這幅 我看這幅的時候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我幸好可以進去博物館 看了 我自己也有一幅 這幅其實不是黑色的 是深藍色的 圖案是一模一樣 都是沈金水的 有印在 所以我覺得 是同一個職工 它可能是同一個圖案 是積很多幅的 那我也很幸運 有它一幅的卡絲 這幅是琵琶 錦雞 當然這個錦雞的顏色 我都不用 稍後會講一些料的顏色 我想講一下這裡的琵琶果 還有那些葉 你看那些葉 是不是它的書展 當然它稿好 但是那個卡絲的人 都懂得要講深淺的顏色 它的底面 書展的姿態 以及這些果的 熟 熟透了 未熟 半熟 都非常寫實 其實這些寫實 是跟宋代有關 因為宋代藝術家 是非常觀察入微的細節 這幅是我們的圖案 我都很喜歡這幅 這幅是附容翠料 放大這兩個翠料 這個翠料的顏色 這個藍德 真的跟翠料的藍德 是一模一樣的 雖然清代到現在 都有一個時期 保存得很好 這個翠料的背部顏色 我數過它 由深到淺 是有九個顏色 九種顏色的 右邊的眼睛 再放大 你看看它的眼睛 它那點光 它看起來 是很有神氣的 然後 它從中間 一路由一、二、三、四、五、六 至少六個色區 來積這隻這麼小的眼睛 而且是有神的 OK 那 因為我不可以逐幅講 那就是講一下人物 這幅是《群仙賀壽》 剛剛新年 這幅廣角博物館展覽 有很多好意頭的作品 例如這幅是竹獸用的 就是《群仙賀壽》 這幅是《群仙賀壽》 其中有八仙 八仙就是 漢忠妮、張果露等等 他們手裡是拿著不同的物件 例如《八仙賀壽》、《魚骨》、《葫蘆》等等 有時它顯示 不是全部是把人物和物件一起的 而是只是把物件放出來 那些叫做《暗白仙》 那這個八仙呢 在明代時候的定型 其實是古代不同時代的人物 那我將這一部分放大 給大家看看 找一下八仙在哪裡呢 那這個八仙 大家看看 這個《群仲》是什麼 是 是 是 你看看這裏 無論是誰 是鐵鬼 對了 那你對著 對著 就是 這個 就是雷同彬 有劍 這是余古 就是張 這個張果露 而這個漢忠妮 就是那把 八仙 這個就是何仙姑 大家很容易認 還有 現在是1,2,3,4,5 還有三個在哪裡呢 下面這裏 下面這裏 下面這裏是什麼呢 吹笛的 就是漢仙 這個 漢雙子 另外這裏 是曹國寇 這個拍板 還有藍彩和 就是這個花籃 另外在左邊 還有看到 這個和俠仙 這個和俠仙 其實是衣服 是積出來的 但是它的樣子 都是畫的 但是畫得 是長眉線目的 很寡寡可親的 真的很 很長和的 那上面呢 這裏就是劉海喜金蕾 劉海這個也是道教的人物 這裏是三隻腳的 很多說法的 那這個 這個蕾 這個蕾 聽說 它很喜歡金蕾 看到金蕾 看到金蕾 就是抓住它 陷著它 陷著它 草麻就在背部 一串 所以現在你在店裡 看到一些金蕾 背部有一串的錢 錢 另外 它也會口吐金蕾 所以這個劉海用一串的金蕾 引起它 所以這個劉海喜金蕾 其實呢 說真的 是一個招財的意思 所以店裡有這麼多劉海喜金蕾 這幅很難得 是《麻菇賢瓶章》 當我看到這幅的時候 我看過這幅 這幅是畫的 在上面的頭上的食物 我便覺得 它身上有很多圖案 究竟是畫的還是織的呢? 如果是織的 就非常不簡單了 因為有這麼多細緻的圖案 我很幸運 得到博文館 容許我進去 看了兩、三次 仔細看 就看到一些詳細的地方 首先 看頭部 它的頭部 它的臉 就是白色部分 就是織了 就是織了 而後來 用墨線 去改一改 它的面容 線條的輪廓線 當然 它的眉毛 眼耳 口鼻 都是畫的 這些 頭髮 這些色物 都是畫的 我想說一下 這是典型清代美女的面形 就是瓜子面 瓜子面 是尖的 和長長的 它的花 和衣服 看看下面的衣服 和玉子纖纖 很漂亮 這個範圍 就是白色的織 但你畫的細緻 就是玉筆畫 而這個 就是玉筆畫 這兩個杯 顏色和線條 都是畫的 我想說一下 玉筆是甚麼 玉筆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 但是它已經目睹 看了 東海 由 變得桑田 三次 由東海 變得桑田 所以 是很長壽 很長壽 那它 西王母 生日 那天 它就用了一些 千年的靈芝 來釀走 來獻給西王母 所以 是 麻菇獻獸 也是祝獸 就是用了這幅 來祝獸 還有 你看看下面 這個是 鴉頭 兩個鴉角雞 是臉圓的 很飽滿 因為還有 寶寶肌 它的頭髮 眼耳口鼻 整個兒子 的樣子 都畫得很漂亮 但是 你看看左下角 它那裡 其實是修整過 用一個毛筆 去修回 它的臉圓 即是即使你這樣看 如果你的臉圓 就不會看 那麼 它的下身 這個是 麻菇的裙子 而 這個是 她的 侍女的裙子 的 圖案 那麼 它把這個圖案放大 在右手上 你看一下 你看到 我要證明它是畫的 你看到 有時候有些顏色 但是畫得相當好 所以你們看的時候 不妨仔細看一看 這幅 不同的圖案 設計 好了 我就介紹一下 刺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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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不懂得用的 因為同樣是瘦了一幅 光是很重要的 那個面當然要平 不要凹凹凹凹凹 要很均勻 還有最好是薄一點 順便順著細去做 我應該有例子講給你們看 線當然要細緻 要密 密是看不到下面的底 那塊絲的 好了,這一幅 清代刺繡 究竟它是做什麼呢? 是門簾 還是很大幅的 還是外銷的呢? 因為外銷的刺繡 在清代刺繡 都非常漂亮 收得非常好 它很滿 我首先看一下 這幅刺繡 我覺得是一個 好像一個人的後花園 有些婦女在那裡 或者孩子在那裡畫 在那裡玩耍 而它的植物很多 春夏秋冬都有的 春天的梅花 夏天的蛤花 春天的茅丹花 又有菊花 秋天的菊花 不同樹 冬天的梅花 等等都有 都會有 那麼有很多小朋友 有很多不同的 他們玩的遊戲 例如放置搖 可以捕捉蝴蝶等等 我首先講一下這個建築的亭 你會看到這個亭為何會中間的啞子爛掉 我也有留意清代的刺繡 如果受到衣服的刺繡時 往往是挑起了一些不受的地方 他覺得做人不能太悶 悶、招損、欠、受益 所以往往收完後挑起了一些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你看看他的欄杆 這個欄杆也很有趣 欄杆也有不同的款式 他的亭下有個女士在彈琴 有沒有看到彈琴的手都籤籤玉紙 好像很逼真一樣 就是墳香彈琴的 你看看這裏的欄杆也不同 甚至他的建築下面的台階的建築物 這些石和磚都很寫實 這位女士是瓜子後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她們的下巴特別是長一點的 還有她的鼻子都是凸出來的 有立體感的 有沒有看到她的手指甲 玉紙纖纖 手指甲都瘦了出來的 另外在桃花和桃的果樹下 有一個小孩子 她牽著一隻船 這個小孩子 我又放大看看 這個小孩子 你看看這件衣服 她的貼 還有圖案在這裡 有色髓 還有那個闊腳褲 都用網繡來繡成的 她牽著這隻船 船上有什麼呢? 就有個棺帽 還有一條玉帶 棺帽跟這個棺是諧音 帶呢 你跟普通話來說是代 船是傳 所以就是官代相傳 即是做官 希望她做官還是代代相傳 有時這裡會加幾個石樓 就是官代流傳的意思 這裏是在左下角 你會見到一個瓶 上面這叫木筆花 剛才說的Magnolia 這個 因為它的花蕾很像一個毛筆 這個叫木筆花 右邊這個小孩子 拿著櫃花 其實是表示禪工節貴 即是希望考中功名 高中的意思 為什麼要知道 下面這小孩子 是拿著書給他的 所以這個筆 一定是高中 這個筆和鞋音 這個又是另一個畫面 這個也是在清度很常見的 就是一個瓶 一個花瓶上面插了三支的瓶 有時它是有這個瓶 或者是掛著兩條魚 瓶跟吉和吸 用普通話來讀是一樣的 瓶跟吉的瓶一樣 瓶跟平安的瓶 所以這個有三支瓶就是平升三級 就是聖冠升得很快 或者這個瓶就是吉、慶、平安 亦有時候有條魚就是吉、慶、有餘 這些在清度很流行 用一些物件的鞋音 來表示吉祥的寓意 那麼蘇秀呢 這個 這裡我覺得還有很多瓶秀的特色 因為有一個八瓶 剛才那幅我不敢說一定是瓶秀 但是那個八瓶一定是瓶秀 這個瓶秀其實是跟蘇秀、雙秀、熟秀 齊名是四大名秀 是地方秀 我們是廣東人 也要留意一下 它有兩個中心 一個是在廣州 一個是在潮州 就叫潮秀 它們共同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構圖是相當飽滿的 題材很廣泛 當然顏色是比較鮮艷 針法當然很豐富 那就說潮州的刺繡 其實很容易形成的 因為它多數用金銀線 量片就是我們的 現在我們叫膠片 但是以前就是用在銅片 甚至是一塊鏡子 就是閃亮亮的 有很多不同的玻璃珠 或者棉花 電起它 這個針法 多數是釘線秀 就是釘著它 所以 也叫電秀 就是裡面 電了的東西 很有立體感 你會看這次的展覽有的 而它的題材 有很多喜慶的題材 例如我們的群伐 婚禮的群伐 慶生日 祝壽等等 在廣州 它用詩的線很幼細 它針法當然好 但是它多數是比較平 很整齊的 很細緻的壽工 在廣州 構圖飽滿 這是它的特色 層次分明 還有花紋很繁複 你記住 這是熱鬧兩個字 因為它是很熱鬧的 色取通常是比較嚴厲 例如題材是花鳥為主 例如孔雀開瓶 孔雀開瓶 那種灑針壽 是月秀的特色 另外百鳥朝皇 丹鳳朝陽 三陽啟泰 六學同春 這些動物 甚至山水畫 御朝間獨 文靈畫都有 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將西洋透視的方法 因為廣州是一個很重要的出口的商法 以及傳統工筆畫結合 所以是非常寫實 非常細緻的 還有一個特點 瘦的人多數是男性 所以在嶺南從術那裡說 清代月秀工人 大部分是廣州人 潮州人 都是男性做的 他們比女工聰明 這些是其他省市所罕見的 還有集體的形式來生產 溫工非常細緻 現在清工裡面 也有很多月秀 因為它的題材比較特別 還有顏色比較鮮艷 尤其是它的包包 掛在身邊那些是很多月秀 所以清工裡面 就是現在故宮裡面 存在的月秀 是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研究月秀 的一些題材 這八瓶就是月秀 它分為三個部分 上面就是八仙 我今天就不說了 這裡有很多八仙 有明的八仙 有暗的八仙 這些就是花鳥 中間那一層 下面那一層就樣成八景 即是廣州的八景 例如這個題材 你想想我們剛才那些 格斯的蘇州 它的主題是 例如矛丹 或者可能例如 鑰匙和花鳥 是有很多空間 而且不是報到滿了 還有一個主題 但是月秀 它是報到比較滿的 但這個也相當優雅 還有很多不同的 例如有蘆葦 有蓮花 又有青蛙 又有鴨 又有蝴蝶 又有這些鳥等等 那這個呢 就是一對鴛鴦 鴛鴦 如果你看到一個構圖 一個鴛鴦 和一個小孩子 就表示家庭很幸福 鴛鴦已經很難得 很恩愛 季子 還有生一個兒子 也很厲害 那你覺得怎樣厲害呢 你看一下 哇它捉魚 你看這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 它捉了一條魚 這條魚呢 它畫得很細緻 整天畫得很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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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幅呢 是很悶的 它裡面呢 有很多鳥 又有獸肚 又有石 又有一對雞 這是公雞 這是母雞 我將這裡放大來看 當然有靈絲 這個母雞 就像一條蟲 就餵這幾隻小雞 這幾隻小雞 這幾隻小雞 多數是五隻的 如果你碰到清獨的字首 你數一下 這就叫做教午子 這個教午子 就是用在出自三字經裡面的 豆燕山有兒方教午子明驅陽 就是希望她的小孩子 將來都讓名後世 是成功的人物 這一幅呢 又有蟲樹 又有花鳥 又有燕子 又有鹿 鹿就是福六獸的鹿 都是一個長壽的動物 旁邊有隻猴子 還有這些蜜蜂 放大來看 這個蜂好像很大 其實這個可能是旺蜂 這個猴子 這個蜂 這個蜂和這個蜂 和喉和喉 都是鞋陰 所以就是蜂喉 希望蜂喉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 有些蜂丹花和蝴蝶在一起 這裡有一雙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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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蝶戀花 其實還有多重的意思 就是蝶丹是富貴花 蝶就是重蝶的意思 富貴蝶內 不只一次來 還有很多次來 重蝶而來 最下層就是陽城八景 陽城八景 每個時代宋元明清的景色都不同 這是清代中後期的 越冬筆記裡的八個景色 到現在的80年代之後 五、六十年代 80年代或九十年代 陽城八景又不同了 現在看看那時的陽城八景 我抽幾個景色出來說 這個就叫做 景泰珍貴 原來這個是景泰寺 景泰寺 景泰寺 有一個景泰禪師 在這裡弘揚佛伯 他那些僧人 外出去弘法回來 每天每晚回來 或者化園回來之後 他就看到這裡的景字 我放大來看一下 有一個景泰寺 有些人拿著一些行李 挑到這個單挑都彎了 這個曾人回來 這是景泰寺 有沒有留意到 他們很寫實的 你看看這些圍牆 上面的雅 還有這些建築的材料 是不是很逼真呢 另一幅就是菠蘿玉日 菠蘿是一個廟 是菠蘿廟 這個菠蘿廟就是海神廟 這是菠蘿廟唯一 是為留下來的 南方的海神廟 他最初是建於 他在王埔這個地方 最初是建於徐代 歷代也有修建 有一個說法 一個說法是唐代 一個說法是宋代 一個說法是宋代 有一個師匡 他是一個朝來朝見的使者 亦有人說是一個商人 他就在印度帶了兩棵菠蘿樹的種子 就葬在前面 所以這個廟就叫菠蘿廟 這個菠蘿廟是一個海神 是南方的海神 所以官員每年都代表皇帝在這個菠蘿廟 來祭祀,來拜這個海神 希望因為廣州是一個很重要的港口 希望他們出洋的時候 都平安去,平安回 風平浪靜 由於這裏是有一個 它是和外國有些關係 所以很奇怪,你看這兩個人 它刺繡了外國人的樣子 是不是很有趣呢? 好了,又看看下一幅 這幅就是珠江夜月 珠江大家也知道 這幅也是 因為廣州也是一個對外很重要的港口 所以是有華洋雜柱 好像香港一樣 在這個景色裡,我們有看到這些文化元素 這幅我放大 這幅在哪裏呢? 在這裏 我把這裏放大 一會兒就放大 一會兒就放大 這裏 原來有一個教堂 遙遙和中國式的塔 是遙遙相對的 另外,又看到左下角 有一隻輪船 在這裏 旁邊呢 有寫著看口 原來是去看口的 其實我把它放大了 當你看的時候,其實是很小的 旁邊呢 你又看到這些撐的艇 這些艇 上面的棚 都不同的物料 而這隻呢 就是我們在 什麼叫做 花艇 花艇呢 其實是可以在這裏飲宴的 是很漂亮的 那些花艇 它這裏有裝飾 那又是不同形式的艇 不同形式的艇 不同形式的授法 還有看到 右手邊這個氣船 洋人的氣船 另外,左手邊這裏 你看到這些艇 和帆船 和竹魚捕艇 這個捕魚的艇仔 要留意他們的針法 那這裏的棚呢 是用一些 怎麼說的 竹織成的 這個是帆布 還有上面呢 這裏也要留意一下 因為這個光線 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 是現場拍的 也是有些竹造的棚 所以呢 月秀呢 其實是非常仔細 尤其是 看那個領藍的 種種的景色 是特別表達得特別好的 好了 這個秀字 那這個呢 我覺得不是月秀 這個可能是 我估計 它可能是審壽 在南通這個秀法 因為呢 這個秀法 秀得相當好 是受雍同和的 書法的掛評 那麼 當你近距離看的時候 我選了 一個山的骨 和身 這幾個字 一些的 雲筆是怎樣的 這個山字 這個山字呢 我看下面的畫 這個下面的畫 你看到它 這裡是比較濃的 我們點墨的時候 下面 永遠是深色一點 然後一畫過去 向上去 我們寫字的時候 也是 還有你看到它那個 好像那些毛筆 的 怎麼說呢 我想你們看到 尤其是寫書法的朋友 一定知道 那些毛筆的 一種的 紋理在那裡 的質感 在那裡 看到出來 那麼這個方向 是這樣去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 刺繡白飯的 刺繡白飯 就是順著那個 細去的 它不是隨便去 去受 而且它用這些 深淺灰色 來看到 那個 用蜜的 一種的 紋理 另一個字 就是骨 那麼這個骨 這一點 之後 可能是反光的 那麼它這個骨 是不是彎的 向上去 再向下去 的時候 你看一下 它也是這樣的 向上去 然後呢 再向下去 慢慢的 這個龍 再去 做一個勾 最後這個 就是 新字 我只是看它 這一部分 這個勾 這個勾 你看一下 是轉的 是嗎 轉的 這裡 是來這裡 是轉的 在這裡 通常寫書法 要停一停 然後轉 然後踢上去 所以呢 我覺得 授工 一樣有很高的 文化素養 才可以做得這麼好的 次授品 他們經過 可能是琴棋書畫 其實是共通的 他們一定可能要 很懂得寫書法 才知道 是怎樣去授 所以呢 我們那個勢 次授 不只是 那個表面的顏色 光斬 那個勢也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順勢 這幅 就是在下面那層的左手邊 就是獻給Lugard的賀詞 而是清末 這個整個都是好 因為它高度不夠 還有在下面 在紫檀木的盒裡 那個盒都相當漂亮的 這個就是 博物館好 它給我們一幅 是全幅給我們看 那麼有84位 本地的華人的鄉紳 紳士 有很多你們認識的 這些名字 我不足一說了 就是獻給 1900獻給第十四日總督 Lugard 表揚他對華人社區的 這個公益的事業 以及推動成立 香港大學的貢獻 那麼我要想看 除了這些都是全位受的 然後上面的兩幅刺獸 這兩幅刺獸 你看看 第一 我提到月獸的特色是什麼 記不記得 溝圖很飽滿 是不是 飽滿 又有孔雀 這個孔雀 然後又有 卯丹花 有很多東西 下面更加多了 很多不同的 通常是蘇獸 是花鳥 是一種鳥 但它不是 又有這種鳥 又有那種 又有 又有 怎麼說 我不是很會鳥 又有彩 又有鴛鴦 又有翠鳥 又有鹿 又有很多 又有燕子等等 還有菩提子 圍著了 所以這就是 構圖 這麼飽滿 就是這個 的特色 就是月獸的特色 還有孔雀開瓶 孔雀開瓶一體 都是月獸的 如果其他的刺獸 雙獸 或者是熟獸 有時候都有 但多數是合起來 不是開瓶的 這兩件龍袍是青晚期的 你怎麼知道青晚期 你看看下面 今天我不是說龍袍 這些 這些瘦身複水 這些紋 青早期是比較窄的 早期 但是後來越來越闊 越來越闊 這就是很晚期 我們通常說 有九條龍 龍袍 是吉伏袍 一、二、三 然後四、五、六、七、八 還有一條在哪裡 就是揭開了在下面 所以總共是九條龍 那這條龍 就是叫正龍 它坐湧 這裡有山 又有海 就是坐湧江山 旁邊這個 就是叫行龍 或者頭在上面叫星龍 今天不太詳細說 但裡面有很多圖案 我想跟大家看一看 就是裡面有八寶 佛教的八寶 包括蓮花、寶藏、寶傘 或者是這個盆牆 盆牆 我們英文叫做 無盡 無盡 這個圖案 其實是伊斯蘭的圖案 在大和元代 已經傳到中國 被佛教 尤其是藏傳佛教 立入了 做他八寶的圖案之一 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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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火的 法輪上傳 相餘 法羅 這是寶瓶 這是寶瓶 這是法寶 這裡有很多 你可以慢慢去找 甚至看到暗八寶 大家記不記得嗎? 今天的時間關係 就不和你們詳細說了 到時你看一看 是屬於哪一個先人 也看到 很多蝙蝠 其實在乾隆的時候更加多 因為那個龍袍上面 有很多雲 雲他們加了一些紅色的蝙蝠上面 有蝠和蝠鞋 代表紅蝠齊天 紅蝠齊天 旁邊的龍袍上面 還有很多圓形的壽字 壽在清代的圖案裡 有些是長形的 有些是圓的 這個還有一個吉字 這個是萬字 所以是吉祥和萬壽 而這個圖案 慈禧太太很喜歡用的 你看看 你看看他的衣服 有多少這些萬壽 和剛才那樣一樣 另外 另外 有一位 許應葵 七十三歲 他有幾幅 是大壽的 賀壽的番 這個 許先生 是曾經任敏捷的總督 還有李鴻章 和英國駐華的公司 曾經簽過這些條約 所以官位都相當高 他學壽的時候 他學壽的時候 就用這種的次壽 這種應該是朝壽 他有很多吉祥 這個是喜爵 還有仙殼 也是長壽的 有五幅拱壽 有一、二、三、四、五個蝙蝠 圍繞著他 然後有壽星宮 那五幅是什麼呢? 就是壽 很高壽 富貴 康寧 很平安 很高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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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高壽 很高壽 這就是五幅拱壽 五幅 五幅臨門 就是指五幅 你看旁邊有個綠 就是福、綠和壽星宮 福六壽 另外,這是伯侯獻壽 伯侯獻壽亦是一個祝壽的題材 我稍後再說 這個壽星公可以看到 它用一些墊墊著它 所以它的頭部、面形有些突出的地方 所以這叫做墊壽 而下面,這個針法也相當多 這個綠 越獸是潮獸,它的顏色是比較鮮豔的 這個伯侯獻壽亦有個故事說 這位伯侯獻壽亦有個故事說 這位伯侯的母親 你知猴子變得白也是很長壽的 她的母親病了 她要吃三千年的仙徒 她就要去桃園 守著桃園的孫斌 她就在那裡求她 因為她是想拿一些圖 來後勁她媽媽 她媽媽病了 最後,孫斌就給了一些圖 給她吃 給她媽媽吃 後來,媽媽真的康復了 而這個後媽媽 就叫這個猴子 給她一本冰書 給她 後來的孫子冰法 這是民間的說法 你看到她的針法很多 另外這一種是瘦了之後 再貼上去 縫上去這幅絲綢上面 還有就是五幅拱壽 以後五個幅 大家知道了 拱壽 這是七十歲的大壽 這些可能是她的子孫後代 送給香港大學的 那裏面有很多 又是八仙 這是八仙賀壽 我不用說了 大家都知道了 另外 這個比較不是常見的 叫海屋添籌 海屋添籌是什麼呢? 海屋你看有些雲 其實下面有一條龍 就是我們海上三神山 上面有一間屋 這間屋就是神仙住的地方 每一次東海變了桑田 都是要添一條籌 所以添一條 然後由桑田變回桑海 又是一條籌 所以你留意這兩個殼 你留意這兩個殼 是口含著一條 那一條籌 那一條籌是竹的 竹造的一條長形 添籌 即是添壽 而且這個壽命是很長很長的 所以這個海屋添籌 也是一個長壽的一個祝賀 好了 這是最後的兩幅 你看看 賀壽不一定是用紅光磅 一個刺壽 有時候它是用一些畫的 他的刺主 你的刺じゃ不太大的 是比我們A4寬大的 對test 那麼這個寬大的 aded出這個mind的 你 對緊摸在它見て 這邊是水仙 我們可以採用過年 那些水仙花 這個茶花 茶花可以找 Arabic 哦原來是壽文 全部店都是壽文 無論這個壽,無論是多大,多小,多圓,多扁,三千八角,都要是完整的壽字 所以你看看這個壽,都是一個完整的壽,因為壽命是要完整的 那這種很小很小,你可以在A4的尺寸,畫得這麼細緻 那這個也是一種祝壽的禮物 好了,最後一章,就是祝國偉,今天講完了 祝國偉,新春如意,福壽看命,多謝 多謝老師,我們都很感謝老師的分享 以及也很開心大家這麼熱烈的反應,以及這麼踴躍的法文問題 我們現在就進入這個問答的環節 首先,老師,有人問,做職工,從事這份工藝,會不會有任何年齡的限制呢? 有的,職工一般,像剛才,我職工的現代那個《觀無量壽經》 我問他,他說他第一要起碼五年很熟悉的經驗 五年之前,他要去訓練他的 在次壽來講,和職工都是年輕開始訓練的 但是你一定要有經驗,你沒有經驗不行的 因為你很容易,一職錯就不可以 尤其是職是拆不了的 你次壽,你都可以勉強拆一下那些線 所以職工藝是難過壽很多 我想是應該四十歲之前 我剛才問過職最大的福格師 他說是三十幾、四十歲的女職工 明白,足夠經驗,但是有年紀不會太過成熟的 好了,下一條問題 可能這條問題是來自一個時裝界的人 但都幾風趣的 他就問間條裙 看到那個slide就是長安女翁 就穿著一條間條裙 老師,現在這個文又興翻了 好,問題就是究竟這個圖 是不是所有階層的女士都穿得呢? 我在這個問題都挺好的 其實華麗的服裝 多數是甚麼穿得比較好 當然貴族,皇宮裡面 另外一些舞蹟,跳舞的人 的服飾都很華麗的 我覺得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 未必會是穿得 因為有些詩詞都說的 他們連畫眉的眉筆都沒有 要用一支柳時珠燒了它 一個炭溫畫的 又沒有鏡 要對著河水看看 所以這些複雜的奸裙 我覺得都是有一些… 其實穿得詩呢 都相當不錯的了 一般都是穿麻布的 嗯 就是都有某個社會的定位 好了 那下一條問題呢 就是有簽名的格斯的作品呢? 會不會是一個個人的傑作? 要是說是一個工作室的集體的手作呢? 這個是多數… 如果好像審子凡那些是個人的 是…就是分析了它自己的職法 嗯…明白 那也有觀眾說 很感謝老師的分享 那不同地區有各自代表的職法 那請問老師 你自己本人最喜歡的職法是什麼呢? 哈哈… 其實呢 我在少數民族的地方 就學過職報的 我發覺是真的不簡單 但人家所謂日月如梭 將梭很快脆地暈 我其實是很勇氣的可以說是 我覺得我喜歡和我可以做到 欣賞的是兩回事來的 我喜歡我是多喜歡羅的職報 就是由四經九羅呢 尤其是我看過 真是出土的 真是親眼在手裡 差不多接觸到的 四經九羅 在上面刺繡 我真的很驚訝 在戰國時期 戰國的晚期 就是剛才看的那個 在居然這麼… 四經九羅上面 還是用鎖繡來做 真是不可思議 不過呢 因為那些羅呢 就是… 順帶我提一提吧 那些羅因為它是通洞的嘛 那些纖維很小 就會爛了 出來了之後 那麼那個… 我去京州那裡的絲綢研究所呢 他們現在… 很多年前 他們有一個新的方法呢 就是怎樣去把那些絲綢的纖維 鑊回去呢 他就把那些菌 Bacteria 放進去 那些它會繁殖的嘛 那又是蛋白質的 那所以呢 就是那些細菌 就把它連在一起 所以那個奏呢 就是那個衣紋可以摺得抹的 這個也是中國一個大的發明 那另外呢 我覺得有一種… 嗯… 因為寧來囚斷感呢 都很難說 各有特色的 例如一些的 曹雪芹那種的 他們的魂感呢 都是相當華麗 嗯… 不過… 不過…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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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 例如領也是很美 相當薄 相當好 不過… 我覺得是… 羅是真是… 相當難得 明白 謝謝老師 那接著下一條問題呢 就是對比題來的 有觀眾朋友問呢 明朝和清朝 格斯的風格 和質素呢 有什麼最大的分別呢 嗯… 明朝呢 其實跟… 其實一路遺留下來都是一樣的 明朝就開始多了這個 這個繪和織的結合 到清朝更加多 我覺得清朝的藝術呢 沒有一定是師籍啦 在清… 除了刺繡之外 那個清中… 例如康翁乾呢 三代藝術品是相當精的 尤其是翁靜 他們要求很高的 因為他每一個粉本 用的料 用的顏色 都要給他看過 他修改的 他修改的 他修改得很重要的 然後再去… 給光明三職做去做 或者他們的職造院裡面的造辦處去做 但是清中… 我覺得這個藝術品呢 是跟… 角力是有關係的 那麼格斯呢 曾經在明代初期呢 是禁了 因為他很… 很浪費時間 很浪費的人的… 那些功力 那些工作的時間 那所以呢 禁了一個時期 直到明宣中呢 才會恢復生產 而已 清的早期是不錯的 清的晚期 好像這些書畫呢 這些幾封 我們剛才介紹 都算是很正的了 因為全是織出來的 而是不能畫 但我們這次很幸運 既有看到織的 全織的 又看到有織和繪的 人物人物物物 所以這個… 雖然掛出來的不是太多 但是可以代表性是很強的 明白 明白 那麼明代呢 就是… 他的經緯線 開始疏了一點 就是比早期 我有一幅 power point 給你們看 是疏了一點 和繪製是多了一點 明白 多謝小老師 那麼 下一條問題呢 就是Grace提問的 那麼她就說 她說 現在在杭州 即格斯 所用的1600多種顏色的絲線 究竟 是否全部都是中國製造 和中國染色的呢? 一千… 這個…首先是蘇州的 這個…是蘇州 那麼她這個… 我就沒有問她這個問題 但是應該是… 現在的絲都是中國出的最多的 就…那個染… 現在的色線呢 我覺得是… 用的染料 未必是… 那些叫做天然的染料了 反而我在少數民族地區 還看到她們用很多天然的染料 但是隨著… 因為天然用的染料 其實是很繁複的 那麼… 就算少數民族的地區 她都要開始慢慢採取 現在的化學染料 因為簡單嘛 那麼… 我… 有機會我會問問這位陳文女士 看看她那個… 我猜… 她很認真的 但是我覺得… 應該都沒有排除 有些是… 應該是化學染料的 好 謝謝 接著就最後那兩條問題了 那麼… 有觀眾朋友問 就70年代 尾至到80年代呢 絲綢的用料都很旺盛的 但是… 她記得當時的價錢差距很大 那麼老師會覺得為什麼呢? 她的問題是… 絲綢的價格很大 是嗎? 因為我不是做絲綢的生意的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 但是… 其實絲綢的… 一直都是有改革的 我覺得是早期的絲綢的質量 是比現在要好一點 現在的… 就算你看考古出土的… 蠶… 蠶皎 或者蠶蓉 它們的… 尺寸是小一點的 我也問過絲綢物館的館長 我說那些蠶蟲是否小 她說是小一點的 那麼套絲也是小一點的 但是現在我們那些蠶蟲呢 又為了很多… 例如噴了很多… 蠶蟲藥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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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裡面很多肥田料 那些… 那些營養的… 那些… 那些化學 他們套出來的絲 相對來說 都粗了一點的 那麼… 價格方面 因為我不是從事這個行業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每一個時期呢 都有好和有不好 不過… 那些質量方面呢 我也是比較喜歡早期一點的 因為人們有做的比較細緻一點 因為… 因為如果你要求是多的話 她就大量生產 大量生產 那你的質量都會有些影響 是嗎? 明白 謝謝老師 那麼因為時間因素呢 我們現在去到最最後一條問題了 那就是有人問到 嗯… 就算有這麼多證據呢 但是為什麼會有人 不承認中國是最早有絲綢的國家呢? 這個問題真的問得很好 有… 當時呢 有三個國家 是… 不承認中國有最早的絲綢的 那她就說外國都有 那外國呢 那她的三個國家是 伊朗 巴基斯坦 和印度 嗯… 因為印度的… 嗯… 這個… Mohenjo Daro 就是在現在巴基斯坦 就是這個印度河流域呢 曾經出土過一個瓶… 一個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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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對的… 一個瓶… 那就… 那這個瓶… 甚至蜘蛛也可以的,蜘蛛的那些絲也可以織 有一個曾經很多年前就是用非洲一些蜘蛛 它那些絲是金色的,織了一條披肩 在美國的History Museum,紐約的History Museum展出 我剛剛錯過了,沒有去看,一樣可以織到 但是這些是偶發性的 所以美國的化驗覺得那條是蜘蛛 不是加蜘蛛,不是順化的,是一個野蜘蛛 所以它年份來說,都是比我們中國持久的 所以這個也很幸運,這個考古化驗證明我們五千多年前 有真的順化了一個加蜘蛛 因為野蜘蛛是走來走去的,很難採取它的蜘蛛 一來是,好像天蚘也是 天蚘,大家看到天蚘就會說什麼天蚘變 天蚘變是什麼,我不知道 天蚘,現在日本還是有 而中國一直都有,從山東那裡是有的 但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它是野蜘 它的體積是小的,每一個蜘蛛 就只有五百米左右,最多五百米左右 它的顏色是青青綠綠的,黃黃綠綠的 但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原子彈爆炸 中國的已經是少了很多,因為戰亂了 日本那個呢,它要很矜貴的 它當它開始要套屍的時候 建一間小屋給它住的 所以很貴,它就算現在積的天蚘蛛 的纖維都要混了一些桑蚘 或者其他的纖維下去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些的文化 能夠一路傳下來,而叫做一個發明 是有延續性的,第一,不是偶發性 是人家以培育,培育就是由野蚘 變成一個家蚘 然後還有是用它一路到五千多年前到現在 仍然在用它去做的 那才是一個真正的發明和文化 明白,謝謝老師 謝謝 那到這個地步,今次的活動也都圓滿結束了 那我再次要感謝所有的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那我會再加多一聲,就溫馨提示一下 其實香港大學的美術博物館 即將會在下星期二,即是2月23日重開的 所以歡迎大家親自來參觀 好,謝謝大家 拜拜 多謝各位 多謝多謝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